哈喽大家好 巧克力现在跟娜姐是来到了购山 一个叫做打拉村的地方 这边是有一位文面女 80多岁的老奶奶 她就在那下面 走吧我们下去看一看 奶奶为了欢迎我们来 她是特意去换上她们独笼庄 民族服装 期待等一会看一下 哇 好漂亮 好漂亮 高龄多大了 87了 87了 笑得挺开心的 奶奶她是从多少岁开始闻面的 她七八岁就闻了 姐就像你们现在的小孩 还会说你们这样的语言吗 民族的语言 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慢慢再退化了是吧 还好现在都现在都不闻了 现在不闻了 不知道 是从多少年开始就是都不心闻面了 没有 我也不知道 奶奶脸上闻的是什么图案 什么蝴蝶 蝴蝶 蝴蝶呀 闻的时候 闻的时候 一个星期来那么重 闻的时候会肿一个星期脸 一个星期过后才会消肿 对 那个笑容很好 对 非常非常 小时候闻这个的时候应该超疼 咱们这边闻这个是因为西藏那边过去的时候 老过来抢人是不是 为了 就是民族习惯吧 民族习惯 一个民族文化 实际上是 是 奶奶好像会跳舞是吧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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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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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哎呀好棒 我想问一下这些是干嘛的呀 做什么的 做蜂蜜 做蜂蜜的 好特别 这个不会也是吧 那个不是 这个是鱼 什么鱼网 鱼网 做鱼的吗 这个是 奶奶 奶奶的笑容是真的好好呀 在以前呢 独龙猪是每一个女孩子都会闻面的 她们每个人闻的图案是都不一样的 看到奶奶就想起我外婆 奶奶的笑容真的非常非常好 身体也挺好的 能活一百多岁 活不了一百多岁 不一定会活一百多岁的 她现在身体没有其他什么 不湿吧 有点 高血压 高血压 眼睛 还长得很轻 这个是 独龙猪的 那是独龙猪的 独龙猪 独龙猪 咬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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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头晕 坐一会坐一会 挺好的 奶奶性格属于好活活的那一种 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买也没有吃点啥 买点吃的 买点饼干什么的 软的给他吃 谢谢 谢谢 奶奶先你吃的冻的 吃的冻的 不客气 看到你奶奶就想到我外婆 奶奶说她要被疼 然后让巧克力给敲一敲 敲敲颈椎 打呀 这里不能冲中了 看奶奶瘦得经不住 拍打 对啊 太色了感觉 在这边看着奶奶的耳垂好大 耳朵非常大 走啦奶奶 拜拜 你就照顾好自己 让你下次再来 估计猜的 下次下次如果经过这里的话 一定再来看你 身体 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的 奶奶他们这边是明码标价的 就说你 来看望他 就需要付一点费用 没来之前他女婿就会说好 但是 来了过后 看到老人 就有那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因为自己家里面也有老人吧 可能就是 感同身受 就当是给老人买点东西吧 是啊 但是人家已经苗马标价了 我就希望 多给一点的话 然后希望她 买点好吃 对她好一点吧 虽然最后 不一定能够用到她身上 希望就是说 看着奶奶能够帮他们 赚钱的份上 能够对奶奶多好一点吧 因为每个人家里面都有老人 可能很多事情 大家都说不清楚 但 看到老人呢 我是觉得真的 非常有亲切感的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而且奶奶的笑容 是真的非常好 哎呀 看这些老年人 有时候其实心里面不由 挺感叹的 像他们这一辈 也真的是 随时不知道 还有没有明天 文面竹如果随着 他们这一辈子消失的话 后续的话 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想外婆了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嗯 外婆电话打不通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每个家有老人的 真的 都得好好爱护他们 他们老了过后 真的像小孩一样 需要呵护 出发吧 嗯 嗯 嗯